其實之前在黑社會的時候 我待的時間並沒有非常長 我大概只有三級 可是因為大雅讓我覺得她是一個 很有勇氣的女生 因為她在那時候當班長 我們大概覺得她是一個非常活潑很有勇氣的女生 那這件事情我還是希望 並不了解其中的事情的過程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被尊重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也要尊重別人 我覺得女生遭受這樣的事情應該都會心疼 因為像我們也是一直在幻想我們自己生女兒的話 我們也會很擔心她發生這樣的事情 大雅真的非常勇敢 如果以後有機會邀請她一起上直播 或是有代演活動的話 我覺得她是女生的一個很好的典範 我以為妳要講說妳有機會看一段妳會怎麼 不要亂講話 我不太適合再懷疑她 因為我壓力太過大 加上我工作的關係 她說我今天如果沒有好好去調身體的話 基本上第二台是蠻難的 對 就是壓力太大了 因為這個原因有很多 那其實查不出來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都是很自然的正常在做人 可是醫生說其實是有難度 基本上我覺得真的蠻有感的 比如說肚子或是屁股 因為我都是下半身泡芙人那種 所以現在我覺得真的有感 現在體脂還是高 我現在體脂還是高 還是在37 可是我之前到43 可是我之前在43 我之前健檢的時候是全部紅字 然後脂肪乾的那種 但是她這次真的是有慢慢 輕微 可是醫生其實說就是只要改善飲食 基本上很快就會降下來 對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工作太忙 然後日夜顛倒這樣子 加上時差 國外時差 所以你要老公是抱你 還是你要瘦身之中 我瘦身之中不是讓她抱你 就讓我自己開心 對對對